欢迎收看杰出的一首 天气开始转凉了 那大家会想到要吃什么呢 吃个火锅 那火锅里头又要什么呢 个人是蛮喜欢吃水晶饺的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喜欢 喜欢是不是 好 那其实水晶饺呢 它有很多样式 你现在工厂它做的都是两头尖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到客家庄呢 我们可以吃到那一种 三角的 各有各的表现 各有各的好 今天呢 就是要来教你怎么来做这个水晶饺 首先呢 我们来准备到 我们的肉馅 那肉馅呢 一般我们去市场 或者是超市 买这个猪饺肉就可以 为了让这个肉馅增加它的香气 我们用少量的肉呢 去炒香它 那刚开始呢 进来的时候 因为是冷锅进来嘛 所以慢慢的我们会逼出它绞肉里面的油脂 那猪油就是相对的越变越香 整个香气出来之后我们转成小火 像我们的 萝卜签 慢慢的这个肉香 跟这个菜脯的香气都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补一点酱油膏 可以点酱油香进来 那在起锅前呢 会再加入一个相当重要的灵魂人物 就是这个 红葱酥 炒好之后呢 我们就是盛盘 稍微放凉了 我们再跟我们的生肉 生角肉下去做搅拌 慢慢的呢 我们要让它揉出一个筋性出来 接着 我们再补一些盐巴 一点点的糖 还有它的香气很重要 我们会下一点胡椒进来 还有五香粉 翻搅它 让它慢慢形成一个筋性出来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了 接着我们来做水晶角皮 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日本的太白粉 那如果没有 没关系 那你直接用太白粉也可以 然后接着下地瓜粉 稍微把两者呢 搅拌均匀之后 然后加入煮沸的水 那接着呢 我们就慢慢的把它揉成团 然后要把它揉到三光 碗呢不沾 手不沾 面团也不沾 这三个光泽都出来 那今天呢 还要教各位做一个 不一样的面皮 好 我们用菠菜汁 跟火龙果汁 我们来做一个绿色跟红色 搭配起来的一个水晶角 接着就是同一个步骤 太白粉进来 地瓜粉进来 烫面水 把它搅开 那一样在这个步骤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搅拌捏碎 之后呢 就加入我们的菠菜汁 慢慢的下 然后去抓它的水量出来 下一位 一样 烫面进来 那慢慢的哦 它已经开始结块了 红色的部分呢 我选用的是 黄龙果 那一样揉到光滑的面团就可以哦 那我们 三种颜色的一个面团都做好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三色水晶角 对不对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今天要教各位做的是 一个 有建成的一个水晶角 那怎么做呢 我们先将我们的 红色面团 先把它揉开 摊平 揉成长条状之后呢 将白色 它搓成圆柱状 利用红色的外层把它卷起来 然后把它切开 那很有趣对不对 切开之后呢 把它压平 放上我们的肉馅 然后顺势呢 把它压成一个三角形 哇 我们做绿色的 好的 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的 三色 缤纷的水晶角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入 沸水里面把它烫熟 先做第一次的汆烫把它烫熟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准备一锅高汤 那一样煮滚的 西高汤 我们可以下一点冬菜 让那个咸香的味道煮出来 好 可以下一点点盐巴 香气出来之后呢 你的饺子呢 一样再把它剥进来 然后呢 再丢一些青菜进来 青菜就是依个人 你喜欢吃小白菜啊 青江菜啊 这一类 都可以 剥一点油葱 然后芹菜末 然后一些蒜苗末 最后补一点香油进来 那我们可以起锅 超美的有没有啊 你看这个红色 用红楼果的一个天然的色素 还有我们菠菜天然的色素 就可以完成 而且真的有漸层的效果 是不是 超新年少女心都喷发了 用超市很轻便就可以拿到的一些素材 就来完成这一道好吃又好看的水晶角 干着吃还是我们烫在火锅里面吃都好吃 那一定要记得正宗绝对经典 好吃没有绝对 我是Jerry昆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